接着今天讲讲就是特首林郑月娥或者林郑月娥连任的一些趣闻 或者一些八卦的东西 昨天就是非常震撼 下午时份就不断收到通知了 大约中午左右可能是中午左右 华记正能量就是一个蓝丝台 蓝丝的KOL 他将他自己本身的台就改了名字 名称叫做反林郑月娥连任的一个大联盟群组 这个是Facebook群组 这个群组本身是有万多人的 看一看它的增长就可以看到 现在根本就是反林郑月娥连任的气氛 会不会更加劇烈呢 如果你说这个群组里面的万多人是有点弱的 原因是因为群组本身 这个群组本身是有万多人在的 你只要把反林郑月娥的群组改名 就不能说有万多人支持这个群组 但是他说什么呢?他说林郑月娥有五大罪状 其中一个大罪状就是说林郑月娥根本当时 是没有决心 就是不够决心去推动国安法 去制止止暴制乱 他们叫做 接着就说林郑月娥软弱 说林郑月娥根本没有能力去驾驭 现在这些环境 何况还有五眼联盟 他现在说这个很厉害 林郑月娥或者一个特首 香港的特首 竟然可以介入五眼联盟 五眼联盟在说全世界超过四成产值的国家 这是非常庞大 或者非常巨大的力量 我想连中国大陆也不敢 也不会随便说一些对五眼联盟大言不惭的说话 竟然华记正人梁觉得一个特首 香港特首可以和五眼联盟对抗 这个真是天方夜谭 但我们不讲这些趣事 我们反而讲讲林郑月娥 如何应对华记正人梁这个反林郑月娥联盟 这个反林郑月娥联盟 其实里面特意点名了三个官员 或者三个前官员 或者二任官员的名字 包括她觉得CY梁排第一 就是非常有民望和能力去做特首 第二个她说李家超第三个是邓炳强 即是说现在这个很明显 原来华记正能量这个网页 基本上就是CY梁的fans 或者CY梁的其中一个就是组织 跟之前爱港力量那些可能差不多了 原来CY好处找了这些市井 就出来曹菲巴形式去支持她 这次明显地 她就说要跟中央的领导人反映 要帮中央领导人反映和思考 这个很重要 中央领导人的思考道理规管 这个问题来了 她就说要再三想是否给林郑月娥联任 即是说在CY梁的阵营里面 是仍然没放弃的 而且她觉得林郑月娥联任根本就没睹定的 还有变数的 尤其是林郑月娥摸奔的手肘之后 变数更加大 除了传出来说叶楼淑宜 姐姐会挑战她之外 现在也多了包括鸡真 陈蓬佩珍 包括史美伦 史美伦会不会是一个问号 好了 问题在于挑战她的人是特色的 李家超 梁振英 邓炳强 史美伦 以及鸡真 就是陈蓬佩珍 这五个现任或前任官员 是有什么特色的话 她特色很特别的 她也很强硬 她也是非常硬手段的人 就和林郑月娥在2019年 在反收纳运动上躲起来哭 那种软弱的态度是有些不同的 尤其是我数一数给大家听 叶楼淑宜第一个 叶楼淑宜一个就是掃把头形象深入民心 我现在逐个就是这个 第二个就是疑似候选人 就讲一讲她的花名 从她的花名 是吹文来的 八卦事来的 从她的花名说回她的特色 就看一看这些疑似候选人有什么特色 第一个就是叶楼淑宜 叶楼淑宜大家 对现在形象都是深入民心的 比如她穿着旗袍 拍美照 拍月饼 或者她觉得很好的身段 或者她觉得很漂亮的白滑长腿 其实之前的拜访我们 或者可能大家的印象 对叶楼淑宜的印象 其实不是这样的 她的印象是一粒 很喜欢撩起嘴 一个掃把头 印象是非常强悍的 当时叶楼淑宜说的水平 是比现在低很多很多 她基本上一开会 或者一见公众 就跟她吵架了 基本上就是包咬颈 而且态度很囂张 是非常非常囂张 是非常囂张 拔户警的官员 当时她说话很喜欢撩起嘴 所以她通常画漫画 如果有人看到华智华 柳淑宜的像 她全是掃把头之外 通常是撩起嘴 有一粒 态度很囂张 而且真的有掃把头 而且她捍卫了掃把头 虽然人家笑起掃把头肉酸 但她仍然坚持要捍卫主掃把头 那掃把头真的不好看 现在头和之前的头 是差很远的 但是她仍然坚持着捍卫主的形象 就推23条 去到大学和学生吵架 去到周围和大家周围 香港市民吵架 硬推23条 23条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她的硬推 令到香港人的反撞力很大很大 当时的香港人是对政治很遥远的 是没有这么关心政治的 但是叶刘淑宜推23条 当然大家有点惊恐 但是惊恐其实如果官员 是适当地解释给大家听 可能大家会明白的 但是叶刘淑宜当时用的态度 是非常强硬 是强硬灌输给你 是强硬打你 是机会拿着锤子 拿着斧头出来跟你谈 这个态度囂张得不得了 令到香港人很反感 结果23条是因为这样 在叶刘淑宜旗下拖垮了 结果叶刘淑宜拖垮了之后 都要离职 去了美国深掃 躲起来之后 回来就撤胎换骨了 觉得自己变成智库了 现在是一个智者形式出现了 所以叶刘淑宜本身 一个扫把头形象 扫把头本身就是眼镜 眼镂的形象 好了 第二个就是看沙士官员 因为他当时不准大家吃鸡 杀了所有的鸡 当时在香港来说是很大件事 因为当时香港的社会 活鸡是绝对大家生活的一部分 无论大家是拜神好 或者大家祭祖好 或者大家过大节大时大节 或者家庭团聚 是一定劏着鸡的 当时那个鸡 活鸡的气氛 跟现在完全是两回事 当时陈蓬佩真够胆 突然间出来说 现在鸡在琴流滚 不准大家吃鸡 全部杀了鸡 这一个说法 最后是获得认同的 最后是获得认同的 也获得世卫认同的 陈蓬佩真是因为杀鸡的事件 因为不让香港人吃鸡 所以大家叫他鸡真 那就是陈蓬佩真 叫他鸡真这个花名 鸡真的花名 不是完全负面的 某个程度上 陈蓬佩真当时都很硬正 很勇敢地 是愿意站出来 告诉大家 为什么不可以吃鸡 为什么要杀了鸡 那接着呢 大家开始慢慢接受了 接着香港的吃鸡的文化 或者吃这个湯 新鲜鸡的文化 开始慢慢慢慢没落了 现在仍然有的 但是那个文化的重要性 对香港人的饭桌上面 在家庭团聚上面 在拜祭上面的重要性 是低了一点的 之前没有人吃冰鲜鸡 没有人吃新鲜鸡 现在大家都会吃冰鲜鸡 那湯鸡少了 那这个呢 鸡珍 是带给大家 这个呢 就是不要吃新鲜鸡的文化 那鸡珍 这个那么强硬的决定 和它对抗呢 这个禽离鸡 鸡珍本身也是 好像是加拿大注册的医生 那本身它的医疗呢 是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水平 如果你和鸡珍 和现在的一个陈兆史比较呢 鸡珍即确呢 就是强硬的陈兆史很多 当它觉得这件事是对大家公众健康有益的话呢 它是不理一切 它明知道大家会反对 明知道大家会反感 它仍然会出来跟大家解释 而接着呢 就决定了 陈兆富珍呢 就反映了一点 陈兆富珍当时的卫生局 那就和现在香港的一个食卫局 是完全呢 就两个水平 当时陈兆富珍卫生局 是强很多的 那也都不需要特首出来的 他自己一个出来一夫当关 他自己出来解释 那就是基本上呢 就不需要特首呢 一下一下帮他特首出来说 陈兆富珍 鸡珍 也是一个很强硬的人 好了 第三个强硬的女人是谁呢 史美伦 大家很少看到史美伦 史美伦这个样子呢 就高贵一点的 大大眼睛啦 小小有黑的面孔啦 那通常呢 就是穿得很高贵的 那他事实上呢 是跑金融那一条线的 那他除了在香港呢 就是负责金融方面呢 他呢 尤其是在行政会议呢 他是某个程度上 是代表了香港金融体系的一个人 人物来的 那同样时间呢 他在国内呢 在金融体系呢 也都非常得高望重 在国内的股市呢 国内的债市呢 国内的很多的一个金融体系呢 查史美伦呢 的足迹呢 都是存在的 而且呢 很有影响力的 查史美伦的影响力呢 在国内呢 是很强很强 他的名气呢 比香港可能更加强 以前大家叫做查史美伦呢 那现在好像是叫史美伦的了 我要重复查啦 是不是呢 应该再说查字了 那史美伦呢 他本身也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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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手段的人 他怎么硬手段呢 他的手段呢 就是高明那种的 就是呢 他要劏一个人 他要呢 去对个公司做手术 对联交所 他不动声息 进去之后呢 说劏就劏 基本上呢 是没有反抗 而且呢 就是他的做法呢 完全对社会呢 或者市场呢 没有带来震荡 当时就是李兆佳 李兆佳当时呢 就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红的 一个港交所的 联交所的主席 那就是他呢 也都为了呢 香港的联交所发展啦 同股不同权啦 联交所的一些中概股 来香港上市啦 发展债市方面做得很好 但是同一时间呢 他有一个呢 非常令人救病的做法 就是呢 就给一些呢 就是二三三四楼的股份呢 尤其是来建筑界的股份呢 就是在联交所呢 就是上市 IPO上市 那这个呢 就是基本上等同 碑壳活动 那这个碑壳活动呢 是李兆佳呢 在香港 在联交所 或者金融体系里面呢 是这么多公职当中呢 唯一一个呢 就是猪仔 黑猪来的 那这只黑猪呢 那这只黑猪呢 查史美伦呢 是没有温慰呢 供多个个人 而放过他 查史美伦一一坐下去呢 第一件事 立刻削了 先削李兆佳 一般做法呢 是先会削李兆佳身边的人 先削权的 但他不是 他一削就先削李兆佳 所以跟着 全速说李兆佳会做特首呢 根本那些人是不知情 当时李兆佳是被查史美伦 就是史美伦逼走 就并不是呢 就是离开 而呢就下海 那下海是逼不得已 因为史美伦逼他走 好了 逼了李兆佳走之后呢 跟着轮到李兆佳两只的契 那两只头马呢 结果都被拿小李兆佳 连左右开刀劏了 甚至可能要去到政府部门交代 这个就是查史美伦或史美伦的强硬 史美伦的强硬呢 就不像鸡真那种 或者叶楼朔玉那种强硬 叶楼朔玉那种强硬 叶楼朔玉那种是傻径来的 直接就是有些白痴的傻径来的 基本上呢 他每一说话都得罪香港人 现在他呢 说这个双重国际一样 那种态度 他就不管了 也不管一件事呢 他自己呢 有没有思考清楚 对不对 他就说来就来 说硬就硬 说呢 就整天一而再 三月四那样呢 是要求北京呢 是取代香港的双重国际 连北京都知道 现在几十万人过英国 你现在取消 就是说这些人已经不用回来 香港是不是就是说 人口跌到内六百多万呢 这个叶楼朔玉就是这个水平了 就是这个白痴的一个呢 就是硬朕 好了 鸡真那种呢 就是专业上的硬朕 他觉得那件事是对香港好的 是专业上有一个判断的 他就会做 而且他勇于跟大家解释 这个鸡真 就是说呢 就是陈澎湖真 好了 去查史美林呢 史美林那种呢 就比较办公室 有点点厚客 有点点呢 就大于一个手段 就是他要动的人呢 基本上呢 就是棉女藏针 又或者他一个大刀斧 砍掉下去之后呢 很快就清理现场 大家再进来的时候呢 见不到现场血迹斑斑 其实他那种手法呢 是讲了高明的 是动了你之后呢 都不会见血的 或者就算呢 他在一个写字里 就是湯羽个人 湯羽个鸡 全地血都好呢 他一会儿就会清理现场 对市场 或者对整个社会呢 是完全没有震荡 解决李小家 解决李小家身边两个熊人 对这个啤壳活动进行镇压 把现在的悲害活动大幅减低 就是史美伦 他的做法呢 基本上令到香港股市更加健康 就不会出现呢 某个明星BB呢 的爸爸那种呢 一个普通建筑公司毫无资产的市值 可以二百亿 没有了这些歌仔唱的了 这个史美伦本身 是一个呢 就比起二流淑仪那种傻劲 比起陈福福真那种专业判断 史美伦呢 是更加呢 手段是可以这样高强的 如果你和他用张 他和李国璋 一个呢 也都可能二次候选人比呢 李国璋的手段呢 就是呢 比较呢 起了国之余呢 是真的很肉酸 做出来很强力 比如呢 他把香港港大的学生搬出来动 停止学生的一个呢 就是进入校园的权利 机会停留学籍 就是因为呢 他们呢 就通过了个决议案呢 就是对七个集警案呢 是进行了一个决议 这个摆明呢 他是捉住机缘 去动学生呢 去展示自己强硬 这件事呢 最终他是放回学生的 因为呢 可能呢 就连北京都觉得这样做呢 不是这么应该 好了 跟着呢 他就搞了各伤之处 搞了搞了之后呢 现在没了声气了 那他本身搞了各伤之处 你看到他呢 又傻傻的 为什麽呢 因为他出上去给支联会 支联会已经说了解散了 那你还出上去给支联会 有什麽意思呢 一个呢 根本是没有人接对 没有人应对 根本不是一个 entity 不是一个单位去应对你 跟着呢 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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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了搞了搞了 搞了搞了 就是丹麦 你很聪明啊 你搞我嘛 我不回应你 我搬个外国人出来 你就搞了 那结果呢 他自己呢 完全不懂得收僵 完全不知死 完全不知道呢 已经踩了屎堂 仍然搞了 搞到丹麦出声 这个呢 这个就是李国璋了 就是说他那种强硬呢 是像林郑月娥那种 就是根本呢 不懂得看形势 就是那些盲中中觉得呢 就是说 北京喜欢人强硬嘛 或者习大大喜欢人强硬嘛 那我就强硬给你看 我呢 就是阻得来很强硬的 但是他那种强硬呢 就自己是踩到屎堂 他都不知道 那这个就是李国璋 好像林郑月娥那种强硬的 好了 李家超哪种强硬呢 李家超呢 他昨天在那个立法会的饭局里面呢 他都有发言的 林郑月娥呢 就推呢 就把自己的一个呢 就是软弱 就推下去呢 就是田北辰 和呢 点名啊 推到田北辰 和推下去呢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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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呢 他就不断呢 就说要查警队 不断说要成立独裁 独立调查委员会 那他的说法呢 某个程度上呢 就是将他自己 曾经呢 就是疑惑 是不是应该成立独立独裁委员会呢 又或者整个反修例事件上面呢 表现那种软弱 激怒了香港人 跟着就表现软弱 有点像李国璋的 那种呢 就是傻惊 跟着回头呢 他将这件事情 推回到议员身上 就说那些议员左右着他做决定 好处他够坚持 那才可以呢 就是止暴制乱 他基本上呢 是利用两个议员的名声 就是将自己推上去 这个目的就是回应呢 华记一个呢 就是反林郑连任的大联盟呢 的一些挑衅 可能呢 华记大联盟呢 是激怒了林郑娥的了 而林郑娥呢 将火呢 就发泄在田北辰 和发泄在谢伟俊身上 盛传啊 上年的立法会呢 田北辰和谢伟俊呢 都得不到呢 就是中联办的祝福的 会不会林郑娥投诉很重要呢 好了 不过无论任何情况 昨天呢 这样讲都好了 这个可以反映 林郑娥那种那种冷静呢 其实是造作出来的 而且呢 林郑娥很小气 好了 李家超在同一个晚宴讲什么呢 又是一个疑似候选人 他就说 似乎李家超呢 是对泛民呢 是挺呢 就仍然有一个心结的 但是李家超一直沉着呢 是没有呢 是特别表现出来的 当然了 他每一段言论呢 基本上都是骂泛民 李家超是这么说的 他就说呢 就是在反收力运动当中呢 他作为保安局局长呢 曾经呢 是受到立法会的质询 在半天呢 可能厕所没得去饭都没得吃之下呢 就面对立法会议员质询 甚至他离开立法会会的会议厅的时候呢 受到泛民议员的一个围住 我不知道围什么 他说呢 他甚至形容 如果现在《国安法》之下呢 这个行动呢 是可以拉完的 这个可以反映李家超那种呢 他是利用自己的权势 是很懂得运用自己的权势 或者法律系统给他的权力 用尽他 而呢 就对自己的对手进行压制 这种就是李家超认识的强硬 李家超认识强硬呢 是暂时呢 是得到北京认可的 李家超结果呢 由一个保护局局长呢 升了上去做政务司司长 这个可以反映一点的 就是李家超那种强势呢 那种强硬呢 是利用自己 是懂得活用 懂得很熟书的 知道自己的权力在哪里 而利用权力去压制对手呢 这个似乎是北京都喜欢的 好了 接着最后一个呢 就是说梁振英了 梁振英是否已经是没有机会呢 或者是陈茂波呢 很特别的 陈茂波呢 是没有在 本来陈茂波说明是梁省波的 都是梁振英的系列的了 但是呢 昨天华记呢 是没有说到陈茂波的名字 陈茂波完全看不到他强眼一面 陈茂波呢 还有呢 就是那种叫什么 是蛇龜 或者鬼鬼祟祟呢 蛇口去粉 所以我说不是呢 就是北京熟二的那种候选人 说一说呢 就是这个是梁振英 梁振英呢 就是在华记那个名字里排第一的 梁振英呢 似乎呢 就是强眼呢 他甚至是大家以为他是狼 他那种强眼呢 就是有一点点狡猾 有一点点整理 那这种是否北京想要呢 或者是否香港人想要呢 是这个问号来的 最后一个呢 就是疑似的呢 就是说的呢 就是邓炳强 邓炳强呢 他最近呢 似乎呢都挺惨 他不断被人说出来呢 是回答所有 现在记者要提问的问题 什么都关他事 什么基本上都关他事 那结果呢 邓炳强呢 一天到刻呢 就要出来呢 做成为特区管治班纸里面呢 是可能甚至被林郑月娥说的 还要多的一个官员 可能呢 就是面对记者的答问呢 邓炳强的时间和内容呢 和福度呢 比林郑月娥还要多 邓炳强有点少少呢 就是人急财 但是呢 有急财当中呢 也都看到他有点少少不熟书 尤其是历史上呢 文科上面很不熟的 那结果呢 就令到呢 他有点少少呢 比如呢 在生态革命的事情上面 有些出丑 好了 邓炳强是否真是真命天子 我相信要磨练一下呢 就算是梁振英不行呢 我相信是尼佳超业 不是邓炳强 好了 邓炳强可能就是下一届才想了 好了 说说特首 就是特首选举的一些趣闻 或者八卦东西 也都说了 林郑月娥究竟是不是连任呢 最后交代一下呢 就是叶刘淑宇去向了 盛传了 叶刘淑宇将会呢 就不差特首之位了 盛传而已 那就是林郑月娥呢 不是 林郑月娥呢 可能呢 就少了一个强力对手了 她的姐姐呢 不出去跟她争了 盛传呢 就是叶刘淑宇呢 将会呢 跳下去港岛西区 就选这个立法会 那就是他们的议席 就是说新闻党呢 就被祝福的议席 可能是三变四 就是增加一个 那这个呢 可能是跳草裙帽扭脚来的 那就是叶刘淑宇呢 可能是跳草裙帽扭脚 而并不是真心想选特首 另一个呢 就是疑似候选人 陈智思呢 昨天就会表态的了 他就说自己呢 就根本呢 特首之位呢 是非一般人可以做的 非常人可以担当 他自己没有这个兴趣 那我相信他暂时呢 在现在的社会气氛之下 他自己知道自己呢 是那种呢 不需要强硬的人 不是阿爺想要 也都不是呢 可以介入现在环境的人 那所以呢 就是陈智思呢 我相信他仍然会潜伏着 在这个呢 行政会议的班子里面 是等的机会 可能下一届 或者下一届 他先出来了 这一届呢 似乎呢 就不是他杯茶来的